贝把故事 说谎的小熊 上 美丽的大森林里 有一片金黄色的向日葵 而森林的另一端 住着一只专爱破坏庄稼的野猪 大家为了保护这片向日葵 在四周围起了牢固的栏杆 小熊笨笨是个爱开玩笑的孩子 有一天他来到贝嘟嘟家 对贝嘟嘟说 嘟嘟嘟嘟野猪来了 抓坏了篱笆还在啃向日葵呢 贝嘟嘟着急的说 真的吗 那我们快点叫大家一起去赶走野猪吧 大家赶紧来到向日葵地 结果连野猪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笨笨笨在一旁大笑 哈哈哈哈你们上当了 大家都生气地走了 第二天 小熊笨笨又来到贝拉家 他对贝拉说 贝拉贝拉 贝拉 野猪来了 野猪来了 撞坏了篱笆 还在啃向日葵呢 贝拉着急地说 真的吗 那我们快点叫大家一起去赶走野猪吧 大家 大家赶紧来到向日葵地 结果连野猪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笨笨在一旁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们又上当了 大家更加生气了